在加州安大略退休鐵門社區 獨立別墅戶型的最後三種戶型 小鎮今天要帶你們去看一看喔 好 接下來我們前面看到的 這個就是2號雙車庫 然後有自己的 driveway 客廳 餐廳跟廚房都是在這一塊 我們前面這邊看到的就是它的廚房 它這個漂亮的廚房 客房你也可以拿來當做這個健身的地方 然後它的廚房跟客廳等 比之前拍的最小的社區的後院都大很多 大家好 我是Eden那個賣房子的小鎮 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認識我 我是一個在南加州的全職地產經濟 在這個頻道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些南加州的好房 也會跟大家分享這幾年我在幫客人買賣房子的時候 所累積的一些經驗跟心得 那如果你是對南加州的房產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加我的微信 或者是打我的電話 那我的LINE在這邊喔 OK 好 那小鎮今天要帶你們看的呢 是近期非常受歡迎的一個在安大 在加州安大略市的退休社區 那小鎮之前的影片有提到 在這個大社區裡面呢 總共有分三個小社區 那如果有關注小鎮頻道的朋友們呢 之前已經有介紹過其中兩個小社區了 那今天要介紹的是剩下的一個社區 那總共有三種不一樣戶型喔 所以在這個大社區裡面 總共有九種戶型讓你選 那如果還沒有看過關於這個社區的影片的朋友們呢 可以在上面這邊有連結 然後記得今天的影片一定一定要看到最後路 因為小鎮在這個影片的最後面呢 會一一回答大家對這個社區常有的一些問題 那看完之後你就會對這個社區更了解囉 包括誰適合住 誰適合買 附近的便利性這一些等等等等 好 那今天要介紹的這個小社區呢 它的特性是 它是介於我之前介紹最小的社區 跟最大的社區的中間 那這個小社區裡面的房子呢 它的特點就是 它有一個還不錯的院子 然後每一個房型呢 都是有自己的driveway的 最小的小社區呢 它有兩個房型是沒有driveway的 它的室內面積的大小 從最小的1381尺 到最大的1638尺 那它的價錢呢 因為它每推出一級 它的價錢就會往上推個幾千塊 以上一期來說 它的價錢是從最小的 46萬3到最大的49萬 每一個房型都是兩房兩玉 那再跟大家複習一下 在這個小區呢 它的地稅是1.5% 然後它的小區費每個月是237塊 那這個社區裡面的一些設備呢 小鎮在前面兩個影片已經有做過蠻詳細的介紹 如果有興趣的話 麻煩可以回去看一下之前的影片 好 是不是迫不及待要看這三個不一樣的房型了呢 小鎮就帶你們去出外景喔 好 那我們現在要看的是 是中間這個社區的第一號戶型 它的一號戶型是1310多尺 那它的車庫是跟它的正門是錯開的 那它正門是在房子的側面 那側面這邊呢有一個涼亭 有一些客人也蠻喜歡這樣子的一個形式 那你看出去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坐在這邊早上的時候乘涼 好 那我們就進去看這個房子裡面 一樣是兩房兩浴 那一進來你在左手邊的部分 這邊就是有一個套間 那在右手邊這邊就是房子它的主體的地方 好 然後這裡是大門進來的地方 那這邊你可以坐一個玄關 然後它這邊有坐一些排櫃 收納的地方 那這是前面的客房 那這是客房它的浴室 有沒有注意到它這邊都是坐的比較寬喔 那這邊就是它的客房 OK 就這客房 它的大小大概是這樣子 客房你也可以拿來當做這個健身的地方 一個自己室內的健身房 好 那前面這裡呢 是它的餐廳 然後它的廚房跟客廳在這裡 看一下 餐廳的大小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有看到它的後院就是會稍微大一點 比之前拍的最小的社區的後院都大很多 那它這邊有做一個加州房的一個設計 我們前面這邊看到的就是它的廚房 廚房還有中島 中島霸台 這邊是它一些廚房的設備 跟它的空間是這樣子 好 那我喜歡這個戶型 雖然說它是1300多尺 接近1400尺 可是它的空間其實利用得還不錯 那這邊有做一些櫃子 那前面這裡看到的是它 Garage進來的地方 車庫進來的地方 車庫進來 走幾步路就到廚房了 這塊呢 是它的洗衣間 它洗衣間的location還不錯 離兩個房間都有一段距離 那這邊前面看到的就是它的客廳 隔壁的旁邊開大窗 所以它採光都是不錯的 所以如果你是主握出來的話呢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好 接下來我們去看它的主握 主握大小也是不錯的 那我們從主握這邊一樣 它主握有一道後院的門 大概看一下 它後院的空間大概是這樣子 那當然你選的地 後院跟你選的地 也會有多多少少一些不一樣 地有可能比較大或者是比較小 那價錢也會不一樣 好 前面這邊是它的浴室 主握的浴室 那在左手這邊 這邊呢是它的淋浴間 那淋浴間它都有做這個洗澡的座台 這個蠻貼心的設計 那前面這裡看到的就是它的雙洗手槽 那這也是它的馬桶間 這一塊呢就是它的走路式衣帽間 看它這個空間都是 前面這個空間都是做蠻大的 就是之後如果可能需要輪椅的話 在房子裡面行動都是相對方便的 OK 好 那我們去看二號戶行 好 接下來我們前面看到這個就是二號的戶行 那像我說的這個社區呢 它每一個戶行都有driveway 那二號戶行它這個門也是比較正 在中間 在中間 那這邊有一個 涼亭的地方 OK 好 那這個房子呢 進來 它的大門是這樣子 那這是一個兩房兩浴 1552尺 那我們大門一進來在左手邊這邊有一個套間 那 大門進來往前面看是這樣子 OK 有一個長廊 好 那我們先看 前面這個套間 這是它的浴室 現在都很流行這樣子 都是這種白色系的 好 那這是它前面的房間 1500尺 所以比剛剛那個大了差不多100多尺 就是它前面這個客房的空間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這邊呢 是一個掛衣間 好 那我們接下來 走下去 我們這邊轉角過來 會先看到它的洗衣房 洗衣房是在這裡 OK 那有這個長廊 就是 後面跟後面起居的地方 比較一個區隔 那前面這邊就是它的 客廳 餐廳跟廚房 都是在這一塊 那先讓你們看一下 它這個漂亮的廚房 這廚房其實 蠻大氣的 這邊有一個很長型的中島 然後有中島霸胎 這邊可以坐四個人 蠻漂亮的廚房 一樣 這些櫃子都做得很充足的 那這一面牆呢 它一樣有做很多櫃子 這邊轉過來 這邊轉過來 前面看到的就是它 車庫 進來的門 OK 很方便 這邊買完菜 東西一往這邊丟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前面 這邊是它 餐廳 跟客廳的部分 我的觀眾就知道說 我很喜歡這樣子的空間設置 你不論在哪裡都看得到電視 小鎮是一個電視兒房 OK 那起居是這一邊呢 有開窗 然後有開門 那後面這邊就是它的 一個加州房的部分 那你們看到加州房的部分 都是會附的 加州房下面這一塊 水泥也會幫你做 可是外面這一些造景呢 你們就要在花錢 找人家來做這些造景 好 接下來前面這邊是主臥 主臥房的空間是這樣子 到後面的門 這也是主臥的空間 是挺方整挺舒適的 主臥空間 那主臥這邊看出去 就是你自己家裡的後院 那像我講的這些後院的造景 除了patio下面的水泥 這些都是要在自己做的 你可以發揮你的創意 要種花種草種果樹都可以喔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它的 主臥的浴室 雙洗手槽 然後前面這裡是它的主臥是衣帽間 然後拐過來呢 這邊就是它的淋浴間 這邊是它的淋浴間 一樣有做這個淋浴的這個座台 那在這邊呢 是它的馬桶間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布局 我們看一下 好 我們覺得2號樣板今天怎麼樣 其實小鎮還蠻喜歡這個戶型的 好 接下來我們去看第三號樣板間喔 好 接下來我們前面看到的就是它的 三號戶型 雙車褲 然後有自己的dryway 那它這個房子外型 每一個都是有三個不一樣的這個樣式 看你到時候訂到是什麼樣的樣式 好 那這個是兩房兩浴 因為剛剛那個差不多 1550多尺 那這是它 大門進來的地方 我們看過去會是這樣子 OK 就是有一個前廊 然後在右手邊這邊有它的洗衣間跟它的客房 先看看洗衣間的部分 先看看洗衣間的部分 我們在另外一邊就是 洗澡的地方 這是有帶澡盆的 這個部分就是它的客房 這是它破壞的空間 這邊那個就是一個掛藝間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先去 看它車庫的地方 前面這裡就是 它客廳 然後飯廳跟它廚房的地方 雷奧跟剛剛有一些不一樣 那這邊呢 這一頭是它車庫進來的門 車庫進來 然後 在前面這邊就是它的 廚房 一樣大腸中島 這也是它的食物的廚藏室 前面這是它飯廳的地方 飯廳的對面這裡是它的客廳 飯廳的對面這裡是它的客廳 這個是它的主臥 客廳跟它的餐廳 然後要一個是這樣子的一個顯示 然後後面呢就是它的一個後院 一樣的加州房 好 前面是它主臥的空間 然後再進來的左手邊呢 這邊是它的走路式衣帽間 然後再進來的左手邊呢 這邊是它的走路式衣帽間 好 因為現在現在COVID的關係 所以外面都不太空放 好 那這是主臥的浴室 很長排的這個洗手台 在另外一邊這是它的淋浴間 一樣的坐牌的 一樣的坐牌的 在後面的馬桶間 穿過來這邊換一下 好 那這就是它的第三號房型 第三號的樣板間 中間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中間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 那今天看房的部分就到這邊 先不要走開 因為我在後面要會回答很多客戶 對於這個社區有的問題 小鎮會一一解答 OK 所以剛剛介紹那三個房型 你們覺得怎麼樣 就是每一個房型都有自己的優點 好 那接下來小鎮就要回答一些 大家對這個社區常有的問題 因為有很多人其實是不住在加州 可是對加州的這個退休社區 是非常有興趣的 所以小鎮常常會被問到的就是 這個社區它到底是在哪裡 這個社區呢 它是在加州的安大略市 Ontario 那安大略市到底是在哪裡呢 如果是從Downtown LA算的話 差不多是往東 50分鐘的路程 它是在聖伯納迪諾縣裡面的一個城市 它離華人比較熟悉的Diamond Bar 差不多是30分鐘的路程 距離爾灣應該也是差不多是50分鐘的路程 那另外一個常會被問到的問題就是 附近有醫院嗎 還是這個社區裡面是不是有自己的Nursing Facility 這個社區它是沒有Nursing Facility的 那你要去看病的話也還是要到附近的醫院 那離這邊比較近的醫院 比較大的醫院呢 是在安大略市的Kaiser這個大醫院 那社區離這個醫院差不多是10到15分鐘的路程 那除了大醫院之外呢 你去Eastville也是4分鐘 那邊就有一些小診所 那在這個社區周遭有什麼可以買菜shopping的地方 在這個社區的正對面它有Costco 在Costco這個廣場在今年的時候 將會有大華99入住 如果你是要去shopping的話 你可以去Ontario Mill 那很多人叫它10個門 這邊離10個門差不多是15分鐘的路程 更漂亮的地方逛街的話 你可以再往北走到Rancho Cucamonga的Victoria Garden 那接下來就很多人會問說 買這邊的房子有什麼限制嗎 基本上買這邊的房子是沒有什麼限制的 只要是你購現金或者是你有辦法貸款 它對購買的人它是沒有年齡上的限制的 所以可以是小孩子買給爸媽住 或者是投資客買來出租給退休的族群 是的買這邊的房子你是可以當作投資出租的 只是它唯一的限制就是 你出租的對象必須要是至少有一個人是55歲以上 這個社區對買的人沒有限制 可是對住在這邊的居民是有限制的 它的一個大概的guine line是 其中一個人必須要是55歲以上 那如果是半偶的話 其中一個人55歲 另外一個人可以是45歲以上 這邊是不讓年輕人或者是小孩子住在這裡的 可是這個社區允許小孩子一年來這邊過夜60天 那我是不知道他們去怎麼計算這個60天 可是這是他們的規定這樣子 在這個大社區最終會有460戶入住 那我之前的影片有提到 現在要買這邊的房子是要排隊的 在這個waiting list上面的人差不多有30多組 如果你對這個社區是真的有興趣的話 第一步就是先跟小鎮聯絡 我幫你安排看房 我們看一下環境 那接下來呢 就是要讓建商的貸款公司去審核你買房的資格 那如果你通過他們的審核之後 你就可以在他們的VIP list 那你在VIP list上面 你才有資格去排隊 然後去訂你所要的房子 OK好那今天影片就先講到這邊 如果你是對這個社區有興趣的話呢 我的聯絡方式這邊都有 歡迎來電或簡訊我諮詢喔 OK下次小鎮再帶你們看一些漂亮的房子囉